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现在假如你处理一个十岁孩子的问题已经热而见 是吧 你家里孩子有小孩子说 哎呀 我今天跟同学吵架了 我怎么呢 我很烦 我不想活了 你面对他那些问题你还不是觉得小儿科 但是现在你面对你的问题你就不是 你就觉得很较折 很烦 你就会觉得把你压垮了 但是如果你对佛学的空性越来越了解 你再翻回来处理你现在的问题就是这样 就想处理你三四岁的问题 是吧 拿起放下都对啊 是吧 十岁的小孩子你说一个在学校受学生欺负了 老师骂了 考试没及格 说是想考个一百分 各种这种问题 你现在真的是有日有余怎么也行啊 你这样过急了这样一下 这样过急了这样一下 总会一中道把它摆平了 实在不行 人两天也行啊 那未来生活还长着呢 是吧 你肯定教十岁孩子 你很会处理 你说是你成熟了 是吧 你说你多学了多少东西导致的你会处理问题 不是 你就长大了 就是那样子 你在学习佛的证件你就能长大 长大 你长到三七岁的时候处理三百岁的问题 你看 是吧 还会是问题吗 不是问题 你说了一堆 坐在那儿哭鼻子的时候 三七岁那个人就是笑了 就趁着你笑了 他说 你不要哭 不要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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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个小事啊 这么难了 就是就像你孩子因为有个桃块儿的事情 跟你爸爸桃姐姐被水抢了 哭哭的笑死 几颗爸爸桃 五颗 哭哭的 而且是我全部的积蓄啊 我离我图切换那些钱 我全买了爸爸桃被抢了 然后你说 不要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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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五个爸爸桃 我说 那你给我钱啊 我没钱 我也没钱 但我也不会为五个爸爸桃哭 知道吧 没钱不会为五个爸爸桃哭 知道吧 明天看不起你除钱贯那个钱 也许你口袋没钱 说你会看起十岁孩子除钱贯那些钱吗 那你过不了日子的嘛 是吧 是不是 你不会哭的 哭啥呢 所以你就赶紧 赶紧完善自己 如果说在很多事情上很无力感 很脆弱 觉得很多虑 焦虑了已经开始 那么赶紧学习完善自己 不要去管了 把所有的事情先放在一边 你处理不了的 你处理不了的 修炼自己 不是去解释 解释也可以 把自己这个肉体写的强势一点 然后学习智慧 智慧是做力量 不是理论 不要被那些心理鸡汤的那些东西 修定理 定能开智慧 修定理 修止观 修那种了解 而看圣人的言论 看圣人说的东西 就是要看 要看圣人说的东西 那些 看他们东西 你会活的 你会活的就是眼界开阔 不要说他们那些话门到饭齿 圣人说的那些话好像都叫空谈 不是现实的教你怎么样买面包的问题 可能世俗的都是 怎么理财 怎么买面包 怎么赚钱 怎么能赚钱一夜之间暴富 圣人的话都是说你开开 什么很厉害的那些东西 因为你学了圣人的言论 你才能知道什么理财 怎么买面包 光教你的都是忽悠你的 是吧 他们能买面包 他们能自己买去了 还顾下教你 教你怎么去炒股 他自己去了 忙的哪顾下教你是吧 其实 不是那样的 看圣人的东西 心心开阔 你的智慧自己出来 每个人都是天才 当你的智慧看起的时候 你怎么都行 怎么都行 不是你能学会啥 你是怎么都行 反正生活就是这样 那我们现在都活到四十多岁了 大概你看最小孩是 90后30岁 30岁以下 90后已经 30岁倒是差不多 至少都差不多 知道吧 而且日常生活这些问题 基本上都能凭我们的智慧 都能差不多 都那样 是吧 都知道了 不会随便被人骗的 是吧 而且 我们能够安全的活到三四十岁 已经有散报了 这个世界很危险的哦 你看 我能看那个网路微信上 说不消息teacher就撞了 在路上走得好好的 突然头上就掉个瓦片下来 是吧 按照单行活服是吧 说明我们智慧好嘛 瓦片也没落我们头上是吧 地震也经常地震 我们也没在灾区 海啸也没谱到我们身上 我们还在海岛上是吧 生活 你看我们福报挺好的是吧 有去有和 坐在这学府 散报啊 我们会这样在散报活着 再活个五六十年 我们就走了 是吧 那就在这个散报熟的情况下 虽然不是那么大富大贵啊 是吧 我们就好好地活完自己的一辈子 是吧 一样的是吧 无所谓的 怎么活 有啥的叫那些针 你看 看自己的一生 你每天都看自己一生 不要看今天 看一生 明天就开始了 你看一生 今天已经过去了 你叫啥针 今天已经过去了 叫这个今天的事有啥用呢 每天看一辈子 你看就这么长 从出生 我们都已经走了一半 就剩下这一半 除了临死那几天不算 就这么点 临死那几天就准备死亡了嘛 是吧 剩下就这一段 这一段 因为这一段 我们不知道多少年 真不知道 是吧 而且随时代谢活佛 有的就这点 有的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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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多这点 就这么点 你还是苦啥呢 是吧 如果很辛苦 或者心情很不开心的时候 也不要想我是夜报啊 我应该承受啊 我该怎么去解脱 这些都想多了 烦的时候 找个法门赶紧定住 那就是你的状态就像下雨一样 开始下雨 刮风了 台风来了 你不关门 关窗关门啊 你在那说我该承受啊 这台风还是该 我该拿还是该放 不承受还是不该承受 台风来了你还该承受 你的身体就像个世界一样 你烦躁的时候呢 真的是就像十二级台风来了 还有龙卷风来了 地震海啸来了 因为你就是世界嘛 你四大嘛 或许 关门关窗 关闭六根坐在那儿 如如不动 念佛念咒 持咒啊 尽量敲呼吸 让自己在这台风里边 安然无恙 哎 几次以后台风来了 你都不理 然后这儿 起来了一股 头发都抽 立起来了 你这这很淡点 再来一点吧 十二级 不够 然后说十三级 十八级 来吧 看我的定力 我还能练练我看看我定力 后来就不来了 还挺失望的 是吧 后来只能观赏外边的 然后说哎呀 重生很厉害啊 故意吗 是吧 你自己这不起了吗 只能看外边的风景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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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好 什么 无论 没有 我 你 真大 一 我